下午点钟 欢迎收看关键下一秒 我是詹学一好 来关心了 今天台股 五盘过后出现了恐慌性的卖压 中场是大跌了207点 失手9400 9500 收在9348点 但量能部分看到是有1351亿 那明天星期五了 这个后续行情怎么观察呢 现场为你请到专家 亨达投股的谢明哲分室 夏氏好 选一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确实我们看到了 今天一跌就是200多点 还失手了半年 现实还看到了9300 老师投资朋友都很想问 怎么办 股票还会继续跌下去吗 我想其实刚刚一开始 选一用了一个非常传神的名词 叫做恐慌性下跌 当然今天其实观众朋友 看到台北股市跌200点 大概都会非常的恐慌 但观众朋友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有特别提醒大家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 我说今天的行情很关键 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在节目里面 价位的部分 我们只跟大家提到一个价位 叫做9549点 破了呢 对 那因为今天 事实上昨天的最低点 来到9550嘛 对不对 然后昨天 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强调 基本上 这个行情其实风险很大嘛 因为你一开低 它就会跌破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当时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大家提到嘛 基本上 这个位置你要特别去做留意 结果今天 你看喔 美国股市开盘开涨的喔 结果今天台北股市开盘开低 我相信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把我们跟你讲的话 听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 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是有问题的 好 但重点 当然是刚刚选一所问的 到底这个行情还会不会再跌 我简单跟各位提喔 观众朋友 你看到这个黄色的区域 基本上 这个当然有一些技术面的 一个因素存在 那上档的部分 大概在925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 原则上 我要跟大家直接讲结论 就是说 当指数回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 它会发挥比较强的支撑力道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因为这很明显对于空方而言 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现行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就算那个指数 真的在我们所提到的9250点 那个位置找到防守的力道 你对于个股的一个调整 我觉得观众朋友 你还是要积极去调整一些弱势股 把资金转往这个强势股 后续行情当开始回升的时候 这个才是你获利最好的一个机会 好 确实喔 夏老师说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9250这个点要小心一点 那不过呢 讲到大家手上的个股 今天很多投资朋友手上的股票 应该都是套牢的 因为跌幅真的很深 就连今天呢 股王股后也都跌幅很深 大力光还跌破了三千两百元了 那么还有什么强势个股 这个是后座 后续投资朋友可以握在手上的呢 好 我想这个千叠两百点 大概所有的股票大部分都下跌 那我相信其实在今天 会有很多人在分析的时候 就怪东怪西啊 怪胜伏啊 怪那个涨跌幅10%怎么样 连MERS都可以怪 对 连MERS都可以怪 你看韩国都没有跌 我们跟他跌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 其实不太对啦 因为如果说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合理的 一个操作方法的话 我相信其实你不会担心 那个不论是台北股市跌也好 或者是个股短线的一个震荡 我相信其实你是不会担心的 那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 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 我说观念要正确 你就不需要担心 那个行情短线的波动嘛 对不对 我说你要买在别人 都还不知道的地方 你要买在关键发动点 同时你要买在价值低估的时候 那基本上今天 或者这样讲 就是说这一波下跌的 是不是都不符合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三个要件 我举个例子来讲 事实上在昨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观众朋友 我为什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特别跟你强调 有一些个股你要避开 对不对 当时我还在节目当中 我说你要稍微做一下笔记 你如果是手中的股票 是产业有问题的股票 或者说是新智实施之后的低价标股 或者是买错时机的股票 基本上你都应该积极来做调整 观众朋友 为什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 今天你看到跌了200点 我相信你会了解 为什么谢老师昨天要跟你讲这些 所以你看这些个股 包括了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华雅科 你还记不记得昨天 我再一次把这个融资 再这样拿出来跟大家提 我说原则上你手中的股票 如果是那个股价 在那个融资大幅度增加的下面 这个都代表这个股价都是反弹 这个认可往上走高的过程里面 你都要去做一个减码的动作 结果你看 当时我们跟大家提的时候 这时间没有很久 这个时间点是5月29号 当时的收盘价叫做36块2 结果你看到 这个股票昨天跌3% 今天又跌3%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叫做温水煮青蛙 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你看他也没有跌停 他昨天跌3% 今天跌3% 但两天加起来 也6%多快7%了 对不对 结果你看这个股价 原本最低点来到30块半左右的价格 今天又来到32块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 是一路的往下去做走低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股票之外 另外包括了 我们昨天所提到的 让很多投资人很心酸的 2498的宏达店 你看昨天股价创下波段新低 很多人会说 还好啦 那个宏达店今天没有跌 观众朋友 今天没有跌 过去跌翻了 你也不是买在昨天不是吗 所以这个股票谈起来 基本上 它的一个现行也好 它的一个产业也好 基本上都还是偏向了一个 比较空方的一个架构 所以后续的行情 观众朋友 你还是要小心 我讲过 我对宏达店没有什么特殊的意见 昨天我还特地拿出 我的手机给大家看 我用的也是宏达店的手机 因为我认为我要支持国产品牌 但是股价的部分 因为都是台北股市 你知道吗 所以不需要特别支持它 对不对 好 这是宏达店 这是我们讲过产业有问题的部分 包括了像是一家也是一样 我昨天是不是提到说 这家公司我在好几年前 我还去拜访过他们公司 在领口的龟山工业区 对不对 结果你看这个股价 一样的一个道理 今天股价也是跌了3.59% 又是呈现了一个大跌的架构 好 这个是产业有问题的股票 所以观众朋友 你看之前我跟大家提到 有一些好的股票 你越早进场你会赚越多 但同时也有一些股票 你越早出场你会赔越少 所以观众朋友 你看到我在跟你讲这些股票的时候 如果说点名道遠的股票 那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有些个股你当断 你就应该快点去把它做调整的动作 这个是产业有问题的股票 那另外包括新智实施之后的 那个低价标股 昨天我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集成嘛 对不对 结果这两天 应该说这三天 它都被集成了嘛 对不对 你看到当时 报最大量的一个位置在这里 结果当新智实施之后 它是台北股市 新智实施第一档涨停的股票 结果涨停板之后 当天没有锁住 礼拜二跌停 礼拜三跌停 到今天这档股票 又跌了7.6% 基本上跟跌停是没有两样的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 我们做股票 除了方法之外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说 我要开大门走大陆 你会发现我们讲的 不是全球第一的 就是国内很大的 我都跟大家提这些个股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些低价的标股 或者是转机股 基本上 它你都冒着非常大的风险 你是走在钢索上面在赚钱 所以我告诉各位 股票 我们不要急着说 一时间我马上就要大赚 但是你要稳稳的赚 你要赚起来 你很安心 你晚上睡得着觉 这个操作才是正确的 因为我最近 我这几天其实 当然有一些同业的一个朋友 那个有晚上还在跟我讲 晚上一点多 那我很早睡 那隔天起来看那个讯息 晚上一点多还在看美国股市 我就问他说 你看美国股市干嘛 你又不是做美国股市 他说他担心跌 那担心跌又怎么样 你不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把你选股的工作做好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那除了集成之外 另外包括我昨天 我跟大家提到说 那个时间买不对 也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提到这一档个股 当然今天很多人讲 但是我是在什么时候跟大家提 我在昨天我就跟大家提到这档股票 它的时间上面是不对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昨天号顶跌7.26% 今天一开盘 又开在一个跌停板的位置 所以观众朋友 这是不是我讲的 有一些弱势的股票 你越早调整 你赔的钱可以赔越少 对不对 这就是我跟大家所提的 好 那当然讲到这一边 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 老师你这样讲都没有错 这都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听你讲的弱势股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 老师可是我今天做的是强势股 今天强势股也跌得乱七八糟 我举个例子跟大家提 观众朋友 即便说今天所有的股票都下跌 但是它还是有强弱的一个差别 怎么说 过去这半个月 从5月中旬到现在 你说盘面上最强的股票是什么 那个小股票你连代号都不知道股票 我就不跟你提了 最强的是什么 最强的包括这个 二三五四的红准 对不对 今天跌多少 今天跌百分之七点五二 包括什么 包括五四九零的同亨 今天跌了百分之八点四二 这是不是都过去的强势股 对不对 一个跌七趴 一个跌八趴 我告诉各位 还有跌更多的 包括很多人 在最近的节目里面 还在跟你讲的光鲜 华星光今天跌了百分之九点八 盘中碰到跌停板 包括了像是8086的红杰科 这个应该非常多分析师 在跟你提吧 对不对 今天的股价呢 一样是打到跌停板 跌了百分之九点九五 这些都是过去的一个强势股 结果你看到 强势股在今天 也有普遍性的一个压回 但是我刚刚讲了 即便是强势股 它还是 今天股票都跌 但是还是有强弱的一个分别 怎么说 例如说我过去 我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强调的 三五二九的力望 对不对 观众朋友你看说 老师 今天跌百分之三点六 今天也是下跌 对 但是观众朋友 你稍微比较一下 过去这一段时间 所有的强势股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红准也好 铜亨也好 红杰科 华星光 今天都是7%以上的跌幅 那个在过去旧的制度上面 它是锁住跌停板的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提的 这一档个股 它跌百分之三点六 那为什么它今天可以相对来讲 是一个比较抗跌的态势 很简单嘛 这个就是基本面的问题啊 那基本面 我想我在节目当中 其实已经跟大家提过 非常多次了 对不对 包括昨天 我在节目里面怎么讲的 我说恩智浦公布第一季财报 那财报的数字 我就不提了 我说重点是这一位讲的话嘛 对不对 这一位是谁 这一位叫做Richard Clayman 他是恩智浦的执行长 对不对 执行长的一个部分 他昨天提到什么样的概念 他昨天提到 说以Apple Pay 在中国成功的经验来看 即可以定调这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什么市场 不是中国市场 是全球的行动支付市场 所有智慧型手机业者 都必须立足于此 而这样子的东西 观众朋友 我为什么强调说 买股票要买在别人 不知道的地方 基本上 谢老师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还领先恩智浦的执行长 早一点嘛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包括我前天 我特别跟大家提到 半导体的并购案 对不对 我说 当时我提到说 他跟菲茨卡尔 这个是强强结盟嘛 结果你看到了 他这个怎么讲 他说与菲茨卡尔业务是互补的 甚至能够提供 较目前更完整的解决方案 而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不是也是我们之前 在节目当中提的吗 所以观众朋友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谢老师能够帮你找到 盘面最强势的股票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在这里 所以我告诉各位 在今天行情下跌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你手中有力望的投资朋友 在今天开盘之前 我相信会有一个状况 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在今天 往这个地方 11点开始 大幅度跳水的时候 观众朋友你怎么想 你一定想说 这股票不知道怎么办 会不会跌停板 那时候一定很多人这样子想 所以你手中有力望的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第一时间 你就把股价砍出去了 对不对 但股价砍出去之后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从这一个点 最低点440块 往后去做延伸 你看后面的一个行情 观众朋友 你砍在这个地方 是对的吗 你稍微思考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后续的股价 往上去做一个拉抬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股价走势的时候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他能够相对比别人强势 因为他的基本面 比其他的个股好很多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股价走势的时候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为什么你会紧张 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波杀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恐慌 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都有听过 在恐惧的时候 或者是在愤怒的时候 基本上你做出来的决策 90%你事后都会后悔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你为什么会恐惧 很简单 第一个 你不知道他的目标价 到底在哪里 对不对 第二个则是在于说 你是过去这一段时间 在相对高档 不是谢老师讲的时候 你做一个进场 是一直这股价 往上喷出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才去做一个进场的 一个观众朋友 你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股价如果买在相对的高点 不要说这边 你光买在这边就好 你今天看到这样的走势 你会不会紧张 当然会 你当然第一时间 你就把它调整掉了 对不对 但调整掉 你看 为什么我们不会担心 第一个 我们清楚了知道 这一档股票 它真实的价值在哪里 第二个是在于 我们这一档个股 是从第一档 一路买上来的 跟你当然不一样 因为你是买在这个位置 你当然会觉得 很恐慌很紧张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怎么做 你看从当初 在4月24号 在市场上 都没有人在跟你讲 行动之父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到行动之父 跟你提到 力望这一档股票 结果你看股价 从333 涨到362 涨了29块 我讲的东西 都是有评有据的 现在包括 我昨天我讲了 包括YouTube也好 包括我们公司网站 你点谢老师的一个大头 你就可以看到谢老师过去 在这个三立财经台 所有的一个节目单 你去看4月24号那一天 我们有没有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到 力望这一档个股 绝对有 没有我不敢讲 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股价走势 一路到这里 5月中旬的时候 当它开始再度出现发动 观众朋友 我那时候 我跟大家提之后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 看到这股价 那连续10跟黑K 你不敢进场 你看技术面的 你不敢进场 但是我当时 我也跟会员朋友讲 我说这个时间点 你要快点去做一个 买清的动作 对不对 差别其实就在这里 那后续的一个行情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天发动之后 我还在节目当中提醒你 对不对 那当然很多人看这里 这个股票不会涨 结果一天两天三天之后 这股票成为过去半个月 台北股市最强势的一个股票 所以我讲了 我说今天如果你做一档股票 做到被罚战 那个五分钟一盘 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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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被罚战 那个你要觉得很荣耀 因为代表你过去半个月 你做的股票 是全台北股市 最强势的股票之一 对不对 所以你当初如果买在相对低点 涨到今天 好 即便到今天455块 它都有接近100块钱的一个价差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重点不仅仅是在于选股 你要必须要知道目标 以及你必须要知道 在什么位置 去做一个切入的一个动作 那我告诉各位了 基本上目标价 跟怎么样动作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一一做分析 因为这个是我们 会员朋友的一个权利 但是我告诉各位 基本上 当今天大盘大跌之后 相对强势的股票 当然不是讲宏达电那一种 就是原本的强势股 那个都是未来后续 怎么叫疾风之进场 这代表说 这股价是一个强势的一个状况 当大盘止跌 当大盘回稳的时候 什么股票会最先喷出去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你真的想要赚力望钱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你这个地方 你被洗掉了 你不知道怎么样 重新去做一个进场的 或者是你现在手中 有的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没有关系 夏老师要告诉各位 你一定要跟上 夏老师的脚步 广告当中 拨个电话给我们的客服人员 了解一下 到底你要怎么样 把握力望的后续的行情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回来 待您了解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荷包 为了厘清 复杂 难懂的趋势 心态 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专业托付 全力以赴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02-8101-0600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 上上下下 贵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美的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掌握财经 就掌握去世界 看产业如何创新 时尚生活家 带您走在时代尖端 掌握科技时尚 新潮流 房地产 大事 小事 天下事 都在台湾 好所在 请锁定三立财经台 爸爸浮道 带您迈向 致富人生 热物网的物件 比这棵大树的叶子还多 我们数给你看 经过九天的实验证明 大树有26万片叶子 而热物网的物件 居然还多了1万以上 热物网有超过28万笔物件 真的比较多 快上热物网 好物多更多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荷包 为了厘清 复杂 难懂的趋势 心态 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专业托付 全力以赴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02-8101-0600 欢迎回到关键下一秒 今天台股是跌破了半年线 出生一个带亮的长黑K棒了 那么筹码面来看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量来到1350亿 筹码面外资现货是大卖了130亿 期货空单还在布 现在空单已经有25000多口了 因此明天的行情就很重要 再把时间交给谢老师 我想这个行情其实我们刚刚针对大盘的部分 简单有跟大家做个说明 那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强调 原则上这个行情 基本上现行是偏向空方没有错 这个当然不需要我讲 大家都看得懂 但重点 其实在下方这一块黄色的区域 原则上我们再强调一次 如果说没有国际股市重大利空的话 这个区间跟这波行情的低点 它不会差得太远 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在哪里 这个地方的重点在于说 你怎么样去调整你手中的股票 然后把那个资金 你如果这个资金真的没有信心 但至少你资金也要先保留起来 你才有办法在下波的时候 能够去做进场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基本上有一些个股 包括我们刚刚这个上半段 前天就 昨天就讲了 那符合那三点的条件的个股 基本上第一个你要小心 第二个则是在于说 在今天跌下来之后 有很多股票 它叫做反弹失败 反弹失败什么意思 反弹失败就是 接下来很有机会会再破地 这个族群在哪里 这个族群最主要落在 太阳能的族群 观众朋友 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 基本上 你看到这个融资的部分 刚刚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有一点下滑 但是目前大概都还在 7万多张的高档 结果你看这股价从19块8 往上反弹到24块左右 对不对 然后结果这几天 连续四天黑K之后 股价又来到相对的低点了 这个叫做反弹失败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融资跟反弹失败 这两个概念 很简单嘛 因为10%之后特别容易追缴 如果那个股票在10%之前 它股价就已经先跌了 那代表说融资有追缴的压力 融资有追缴的压力 你跌幅一旦扩大 那个叫做多杀多 所以观众朋友 你可能要留意这个风险 那当然新日光 这还算好的啦 你说老师 那股票从30几块跌到19块80算好 还好 因为它至少它有弹啊 对不对 有很多太阳能股票 是根本连弹都没有弹 而且它也符合了 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高融资 然后股价大跌 它容易有那个 追缴令多杀多的一个风险 包括像什么 包括了像是加金啊 你看喔 这一波它连弹都没有弹 然后股价到今天 它已经要做破底了 你知道吗 这股票破底 观众朋友 你会觉得很心酸啊 万点跟它没有关系 跌下来通通都有份 对不对 包括了像是3686的达能 这股票是不是一样 今天股价破底 我不是要唱出你的股票 但是你要特别留意 这样的风险嘛 这种股票特别容易多杀多 因为它叫做反弹失败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时间点 你不能够跌了200点之后 然后你说 我都不要看了啦 反正不看就没事了 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啦 你如果尤其特别是融资的 包括现股买进其实也是一样啊 你如果不去管它 它那个钱会一天一天的缩小 所以你一定要快点 把那样的一个资金去做调整 抽出来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布局 这个强势的一个个股 后续当这个行情直问 往上攻的时候 那个才是你一次翻回来的一个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波 当然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一些强势股 当然最强的还是这一档个股 叫3529的力旺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看为什么当初 不是当初来 也不是今天早上的事情 11点的事情 你看到这个股价往下掉的时候 你会很紧张 你没有办法客观的 客观的去看这一档股票原因在哪里 因为你股价买的位置不对嘛 对不对 你今天买在400多块 450 460 470 你看到大盘跌200点 你看到这个股票一盘打了20块 观众朋友难道你不会紧张吗 是人都会紧张嘛 对不对 你砍在这里 结果你看到 我说嘛 你人在恐惧的时候做的决定 90%都是错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股票砍在这里 结果你往后看 你往后看 你会发现你砍错了嘛 为什么 因为你砍在这个地方叫做最低点啊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客观的看这一档股票 不是因为你的 这个什么技术分析不好 不是你的基本功夫做的不够 是因为你买的点不对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了嘛 当初你买这里 今天你会有想这样子的问题吗 你还搞不好会想说 搞不好我又有一个低阶的机会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买的是这里 买的叫做关键发动点 今天涨上来 你都还有一百块钱价差的时候 你会去紧张 今天的一个股价突然往下掉吗 更何况这一档个股 是过去这个半个月 强势股当中 今天跌最少的嘛 你看到红 你看到红嘴 对不对 你看到红杰科 这样的股票大跌 所以我说后续你要怎么样去操作 力望 以及这个时间点 你要怎么样想要赚到力望的钱的 希望观众朋友 你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 广告当中 拨个电话给我们的服务员 来做个询问 好 接下来把16位投资朋友了 明天台股民队年线保卫战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见